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洪君寨老师 我们现在来跟各位介绍 双极性界面电晶体 NPN与PNP的判别 电晶体的结构 我们分为NPN跟PNP型两种 那两者在使用上 连接的外部电压极性不同 如果误用将导致电路 无法正常工作 或者是将电晶体烧毁 所以在使用前要先判定 电晶体的形态 那电晶体的结构 恰是两个背对背的二极体 不管是NPN或是PNP型 那NPN型 NPN型 它的这个中间的V级连接的是 两个背对背当中的P材料 而PNP是背对背当中的N材料 那二极体部分呢 这先前有介绍过 同学们我们要再提醒各位 箭头方向由P指向N 那顺偏的电流方向 P端接正 N端接负就是顺偏 再来我们介绍日归类比电表VOM 日归类比三用电表VOM 那在这个示意图当中 我们知道日归电表的黑棒 是连接到里面电池的正端 透过一个内组部分 那红色的测试棒 与这个护端连接 那内部等效上就是相当于一个直流电压源串联一个电组 那这一个ROM就是三用电表的内组 黑棒提供我们正电 红棒提供负电 那二机体的测量 我们看一下 因为日归电表的黑棒 里面代表的是正电 而红棒代表的是负电 我们刚才介绍过二机体 如果顺偏P要接正 N要接负 所以P端 箭头方向由P指向N 所以P端接正 N端接负 如右边这个图形看到 我们打在R乘以1 0Ω调整之后 测量的结果会呈现低阻抗的现象 那如果是逆偏的时候 P接负 N接正 这个时候逆偏 电表就不会 指正就不会动 再来我们看二机体的测量部分 我们将P端 跟这个正电连接在一起 N端跟负电连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所谓的顺偏 这个时候 它就指正会偏转 那再来我们看隔壁 右边 那P端接红色测试棒 N端接黑色测试棒 这个时候呈现的就是逆偏 这个时候指正是不偏转的 如这两个图手势 再来我们来介绍G级B角的判别 电晶体的三个接角 我们使用三用电表 红黑棒两两互测 需要测量六次 需要测量六次 那六次当中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 B角怎么判别 第一个三用电表 置于欧姆档 R乘以10位置 0欧姆调整之后 利用测试棒交替接触电晶体 例如我们这两个电晶体 我们都分别 由左边到右边编号123 那左边的这个是2SC1815 右边是2SA684 我们当然目前从这个编号上 我们可以知道 左边的这个2SC1815 是一颗NPN型电晶体 2SA684是一颗PNP型电晶体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实习量测 所以即使我们先知道了 我们来印证它 让同学更加熟悉 未来遇到的编号 你不清楚 编号不清楚的时候 或是看 或是已经模糊了 那同学就依照这个方式来测量 再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提到第二点 利用测试棒交替接触电晶体 一二支接角的两端 指针两次都不会偏转 再来利用测试棒交替 接触电晶体 一三接角两端 仅有一次会偏转 再来利用测试棒交替接触电晶体 二三两只脚一样 仅有一次会偏转 我们刚才提到六次的量测当中 只有两次会偏转 那第五点提到指针交替测量 都没有偏转的时候 测试棒所没有接触到的电晶体接角 可判定为B角 假设没有上述的状况 这一颗电晶体应该是损坏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刚才所提到的 不论是NPN型或PNP型 因为只有两个PN结合面 所以我们在六次的测量当中 仅有两次会顺向偏压 因此它只有两次会偏转 再来我们看积极的判定 我们利用测试棒交替接触电晶体 一二支接角 两次都不偏转 现在目前画面上呈现的是 一接红棒 二接黑棒 再来目前这个画面呈现的是 互调 一接黑棒 二接红棒 不管哪一种接法 这个时候电晶体都不偏转 红黑棒交替测量都不偏转 再来我们看 我们将红色的这个测试棒 固定在接角三的这个位置 黑棒分别碰触两只角 一跟二 刚才同学看一下 现在碰触一 现在我们碰触二 这两次都呈现开路的现象 再来 云一啦 同学我们看这个图形 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知道P端接黑色测试棒 我们前面提到过 黑色测试棒 就是接三用电表内部电池的正电 正电接P 而另外两个电极都是N 所以接互电红色测试棒 这个时候都会偏转 来再看一次 现在是接到1 现在接到2 一样会偏转 所以同学们 不管接到1或2 这个时候都会偏转 好 因此我们得到刚才的六次测量的结果 第一个当我们的V级就是所谓的G级放到黑色测试棒的位置 而红色测试棒分别接到E跟C 这个时候所呈现的就是一个低阻抗现象 固定黑棒红棒碰触另两只脚都是呈现低阻抗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定这一个黑棒就是我们的G级就是Base B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五点这里 指针交替测试都不偏转的时候测试棒所没接触的接角可以判定为V 当然我们的前提是电晶体没有损坏 再来我们看PMP型的这个G级的V的判别 我们利用测试棒交替接触电晶体1跟2 同学目前一样的1是接黑棒2是接红棒 我们现在反过来1是接红棒2是接黑棒 不管哪一种测量电晶体这两只接角 指针都不会偏转 假设电晶体是良好的 我们可以判定另外一只脚就是V脚 再来我们固定黑棒将它接在第三脚的位置 红棒碰触两只脚1跟2 目前画面呈现的是红棒碰触1 而3待会会把它固定 这个时候呈现开路 紧接着红色测试棒1到2的位置 那黑棒一样固定在3 这个时候它依然呈现开路现象 所以指针呈现的就是不偏转 那这个部分我们说明了 我们的PMP电晶体的V是N材料 所以N材料要顺偏必须要加复电 而我们三用电表日归三用电表的红棒就是复电 那另外黑色测试棒是代表震电 那所以它碰触两个P材料都会形成顺偏 所以这个时候同学再看一次 接到1,1接黑棒3接红棒 再来第二个2接黑棒3依然固定 这个时候它都会呈现顺偏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 6次的测量 三只接角红黑棒互测 两两互测 6次测量当中 仅有两次会偏转 就是这两个位置会偏转 好 再来同学们我们看一下 刚才提到过的 如果我们将红色测试棒放在N的位置 就是PMP型电晶体的V角 这个时候我们的黑棒分别碰触另外两只角 这个时候所形成的就是顺偏 而红色测试棒表示的就是 这一个V Base 积极 再来如果交替测量都不偏转 测试棒所没有接触的接角 可判定为积极 Base 就是所谓的V 我们来讲结论 第一个将三用电表VOM 置于R乘以10的位置 0欧姆调整后 将三用电表的红黑棒 两两互测 总共6次 那我们可以来判别V角 就是积极 再来我们可以判别NPN型 或是PMP型 再来呢 我们可以判别它的 这个材料是细或是折 同学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个颗度 这里面有一个颗度叫做LV颗度 而这个LV颗度 就是用让我们来判别 这个电晶体的材料是细 或者是折 那如果是细的时候 它的这个LV颗度呈现 约在0.6到0.7附近 如果是折 所呈现的就是0.2到0.3附近 再讲一次是看LV颗度 那我们的LV颗度 在这个颗度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从0到3伏特 那因为我们打在的位置 是在R乘以10 R乘以10的时候 我们内部电池 是由两颗1.5伏特的电池 串联而成 所以它的提供电压就是3伏特 以下是我们的参考资料 好 谢谢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